我小你一定要喊猛 所以只看前三个字就好了 哈喽跟着老爷们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五更电影 我是你们的五更小姐姐 黑帮一直是上个世纪的香港电影 挥之不去的主题与标签 而这次我们要讲的 就是由有着烂片之王美誉的 朱延平导演拍摄的电影火烧岛 这一部聚集了香港四大巨星的电影 来了一个不一般 我们都知道 上个世纪的香港电影 都有着不一般的黑社会背景 例如赌家里老实八家的配角 就是香港著名黑帮的成员之一 在香港扫黄打飞期间 许多黑社会头目 都被抓进了一个名为火烧岛的监狱 监狱里既没有日常的娱乐方式 也没有大鱼大肉 于是头目们都把目光聚集在了电影上 电影成了他们投资目标 与精神寄托 而火烧岛则由此因缘而生 故事的开头 为我们介绍了本篇的主人公黄伟 他的身份是一名香港警察 在台湾任职的他被临时抽调回香港 处理一张特殊的案件 而安排这次调动的是他的准岳父 也是台湾的警署署长 在一天晚上 与自己准岳父接风洗尘 短暂寒暄过后 黄伟准备回酒店休息 可就在这时 他忽然听见一声枪响 黄伟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 却发现警署署长胸部中枪 不致身亡 不等黄伟掏出枪去逮捕凶手 凶手乘着汽车 竟然突然爆炸 这下肆无对众 可黄伟不甘心就这样放弃 在数次的现场勘察之下 他发现行修者残留的一根断纸 通过技术部门的指纹对比 黄伟惊讶地发现 电脑资料显示 手指的主人是一个 本干在三月前就被枪剧的死刑犯 黄伟不相信什么鬼魂作祟 他相信 这一切的背后必定有着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 为了查清楚这一切 他决定秘密潜伏在火烧岛监狱 打算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香港的某处斯诺克比赛现场 有一名选手名叫大锤 由于他的女朋友不幸被黑社会捅伤 他打算通过豪赌来筹击医药费 可是从黑社会收力赢前 哪里有那么容易 大锤很快与黑社会起了争执 在争执过程中 大锤意外杀死了黑社会老大刚珠的弟弟 他本人也因此被捕入狱 刚珠为了给小弟报仇 买通了监狱的囚犯刺杀大锤 却不料被黄伟撞见 这次暗杀直接宣告失败 而这时禁闭结束的监狱大佬 贵老大看到这种场面 决定亲自出面挑截二人的仇恨 不料这恰好成了一向是他为眼中钉的 典狱长手中的把柄 典狱长设下圈套 利用刘士杰对贵老大的忠诚 三下五除二刷死了贵老大 夺知自己被利用的刘士杰 悲愤异常恼羞成怒 一气之下 开车撞死了一名狱警 为贵老大报仇 而他也因此被枪毙 而另一边 刚珠得知自己安排的暗杀 以失败告终 便决定亲自动手 白拉毫不相干的四人 命运开始有了交集 刚珠进入监狱后 与大锤互殴 发誓要为自己死去的小弟讨个公道 跟一番双死搏斗后 不打不相识成了朋友 最后两人决定联手约狱 可是这一切都被典狱长给发现了 被抓住的两人全部被判了死刑 随着二人的退场 监狱中最眨眼的眼中钉 已经除去了三个 没有皇伟还留存于世 为了杀他 典狱长安排他的死对头 在灯泡上做手脚 却不料皇伟的朋友 抢先一步回到宿舍 并且触发了机关 当了替死鬼 监狱里唯一的好友 不明不白的死了 这彻底摧毁了皇伟的理性 他举起枪 毫不犹豫的杀了科长 可这也正中典狱长下怀 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除到他了 正当皇伟以为自己的生命 已经逝去的时候 他就在一处密室里醒了过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典狱长安排的 不仅仅是他 刘世杰大吹钢珠三人也没有死 而是借着死亡之名 进入秘密部队清风队执行任务 只要出色完成任务 就可以重新获得自由 而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暗杀回国接受审判的大毒枭 行此当天 四人来到机场拿出武器 一番激战后 他们终于成功杀死了毒枭 但是他们也因此陷入典狱长设计好的包围圈 唯一逃生的希望吉普车也被安装了炸弹 此时他们才意识到 自己只是用完就扔的四枚棋子而已 而皇伟此时也终于明白 杀死自己岳父的幕后黑手 就是典狱长 在逃亡过程中 三人奸言丧命 只有皇伟侥幸逃生 他逃回火烧岛 潜入典狱长的家里 想要将其刹车而后快 可是此时他又想起了自己警察的身份 恶人也能由法律来审判 最终他强压住心中的愤恨 连和同事一起将典狱长抓捕归啊 这个世人命如草稷的恶魔终于落网 这部电影是上个世纪香港黑帮电影中的佼佼者 用铁血的风格讲述着死刑犯偿还罪孽的故事 世事弄人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无论是筹钱不择手段的大锤 恼旧承怒的刘世杰 亦或者是被仇恨蒙蔽双眼的钢珠 与其说这是一部铁血硬汉的黑帮电影 不如说这是一部反映那个十大黑暗的电影 一位位高权重的警察会被随意暗杀 而改造犯人的监狱竟然成为了黑帮和点狱长随意操控的后花园 这一切现象的背后都隐藏着让人深思的真实社会问题 好了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想和五哥一起皮就来QQ局 你也可以搜索微信公团 五哥电影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